8月將會跟女友拉近天窗的黃家樂 別以為他忙著籌備婚事 就會有異性無人性 這日他都特意抽空 來支持好友陳偉雄健身中心開幕活動 努力操機迎接大日子的家樂 這日都有跟大家分享 他浪漫又搞笑的求婚經歷 就要想一些 個人比較覺得浪漫的地方 突然間有個天文現象 叫做藍眼淚 裝模作樣約他去看 順勢拿出戒指 誰知道他跟我說 你都沒有花 其實我的花就藏在車上 上去在車上好像很浪漫 準備拿一套花 準備懷疑說一些情深說話的時候 真是 預約都沒那麼巧 很難的 拍攝都沒有那麼準 突然間三輛跑車 突然間平排地駛在你後面 打光燈 咦 求婚 然後我說 是呀 他們有沒有真意幫你起哄 他說答應他 因為他覺得有點尷尬 他不喜歡有一班人看著 他就叫我起身 答應了 求婚成功的家樂 甜蜜幸福的樣子 真的隔著口罩都感覺到 將會做他婚禮兄弟的許家傑 都是這樣說 還大贊他跟未婚妻 是天作之合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溫柔 而且你看到他其實是怕怕醜醜 其實很火爆的 是的 就是那種 他是外趣內軟的 然後跟Samantha 我有一次跟他們聊天 外軟內趣 我覺得這兩個真是天作之合 是 不是他跟我女朋友都OK 有拍照 是的 有一起合作過 都覺得真是一對很好 所以其實他一說做兄弟 我說義無反顧 其實做甚麼都行 我說做牛做馬都行 你聽到嗎 聽到 到時候做甚麼都行 放心 要在疫情下舉行婚禮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但家樂似乎一點都沒有擔心 還很樂觀 這件事我們要正能量一點 是的 因為如果防疫措施 不會再有任何收緊的話 是 都會正常舉行 都希望順利 一定會 一定會 只會突然數字會吸出下降 然後就會再放寬 無限人數 相信 只要相信 奇蹟就會發生 是 除了家樂之外 陳偉雄選擇 在疫情下 同有人合資七位數開健身中心 一樣要有無比的勇氣 自己始終第一次創業 開頭其實沒有想到很多東西 其實不單止是租金 其實你一計入數 其實很多東西都要是數字 這方面自己就開始有些壓力了 很有勇氣 在這個情景 環境底下 做創業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而且 他這個理想是講了幾年 今年真的可以 真的看著他實現到 其實是挺感動的